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6日星期一 大瘟疫流行 北京疫情泛滥 全中国疫情泛滥 不断的达到高峰 那么在这个时候 究竟中共高层有没有人倒下 有没有人死亡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似乎有某种泄漏 或者是暗示 这个发言人叫汪文斌 他在这两天一次回答记者问题上 很庄重的戴了一个黑色的领带 穿的是黑色的西装 表情很凝重 然后有记者问他 说你今天打这个黑色的领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这个记者是路透社的记者 是用中文在问的 汪文斌先是看着 然后抬起头来 显得既严肃 又很不耐烦 似乎觉得对方在挑衅的意味 说了一句话叫做 我就不需要跟你说那么多了吧 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做很多层的解释 或者延伸 不过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短短的视频 不好意思 我注意到您戴这个纯黑的领带 请问今天这个领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谢谢 不需要我跟你说了吧 下一个问题 通过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 汪文斌这个表情就好像跟记者有仇 或者好像他觉得记者是来挑刺的 但是记者的口气是非常的温和 非常的可以说是友善 很善意 甚至说得上是非常谨慎的提了一个问题 结果他就这么一句话说 我就不需要跟你说那么多了吧 这句话在中文的预计里 一般的理解就是 你应该明白为什么 我今天打黑色领带 你应该知道你是不是明智顾问 那么再退层的意思就是说有不可告的东西 我不想跟你说 那汪文斌说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 如果说他跟记者讲 我穿黑色领带 或者打别的领带 打黑色领带 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就是一个平常的换领带 但是他说了 我就不需要跟你说那么多了吧 那就说明的确这个领带象征着什么 或者说他含蓄的 以一种不高兴的口气 承认了这个领带象征着什么 那象征着什么呢 我们首先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一下 说是象征着北京死了大量的民众 大量的老人死亡 失极如山 失极遍野 甚至用生猪的冰冻柜来装人的尸首 非常的恐怖 恐惧 整个北京城成了一个恐怖的城市 那是不是他为大量的民众死亡 带打黑领带 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一方面是中共的官员一般都冷血无情 有党性没有人性 不会为人民掉半滴眼泪 也不会为人民下半棋 也不会为人民打什么黑色领带 而且况且中共的官方不承认有人死亡 就按照国家卫健委还没有停止公布前 每天要么是没死亡 要么是两例 最多五例 面对北京大量的死亡 每天说是多少千的尸体的焚烧 很不成比例 也就是说既然官方不承认有死亡 那么如果汪文斌出来是表示他打黑领带 所以大量的这些民众的死亡 打黑领带 表示悼念的话 那可能性就比较小 第二种可能性 是不是汪文斌家里有什么人染疫而亡 他打了黑领带 如果真的是他的家属 比如说他的老婆或者是家中亲人 因为染疫而亡的话 他完全可以不上班 他可以请假 他用不着说家里死了人 比老婆死了 在火花场等待焚烧 或者自己需要打理 还跑来加班加点上班 因为外交部也不止他一个发言人 当然 赵立坚夫妇已经是中招阳性 恐怕隔离在家 但是这种可能性也还是比较小 因为你完全可以请假或者别人代班 不必要硬着头皮来上班 那么再一层的可能性 那就是有大人物死了 他用打黑领带的方式来表示 某种追悼或者是纪念 一种内在的表示 这个大人物就是盛传的 因为山林医院出现了异动 是借年 然后京西宾馆也突然亮灯 就表示中共高层出了事 根据12月23日 24日召开的所谓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七常委都应该到场 但两个常委没到场 一个是赵乐际 一个是李希没到场 那这两个人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难说 再一个就是传闻 都是广泛传闻 说山林医院借年是因为前总理朱镕基 并重住院或者甚至是死亡 这就是当过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的死亡 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江泽民 那是不是由于朱镕基的死 引起了汪文斌以内部的纪律打个领带 当然还有一个传闻是关于王沪宁 先是说王沪宁跟赵乐际都是中招 住进了301医院 但是王沪宁出席了23日 24日的所谓农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当然 基本上报道没有太显示视频或者相片 另外网上盛传说王沪宁是在12月23日开始 就在301医院注册了重症加护病房ICU 而且说查上了管制 所以如果这两个消息究竟是哪个真哪个尾 似乎是一个矛盾 一方面他出席了会议 另外他说他在重症加护病房 似乎成了一个罗生门 不能够下结论 由于中共高层是回眸如深 这场疫情不仅冲击了全国 冲击了北京 也冲击了中南海 所以关于退休的一些省部级干部 他们可以公布 但是省部级以上的人死亡 不公布 还有如果是限制的高官死了 恐怕中共正在商量怎么公布 没有公布 所以汪文斌打黑色领带仿佛是一种暗示 或者是用含蓄的承认对外界传言的一种回应 就是的确有大人无死了 所以他才打起了黑色领带 因为他给记者回答这句话显得没好气 说我就不需要跟你说那么多了 意思就是你问得对的确是有原因的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谁死了 另外就是我可能处于所谓的纪律约束 现在还不方便讲 但是这个领带绝对有某种含义 是有人死了 如果是排除他的家属死亡 排除他为人民吊效的话 那绝对就是某个大人物死了 或者某几个大人物死了 至于说汪文斌会不会为人民吊效 我说如果他真要为人民吊效的话 出于他个人的意愿那么做的话 在党内一定会受到批评 因为这等于是暴露目标 等于他在公开的承认有民众死亡 甚至大量的死亡就在北京城 那就是民间的消息所实 而官方的消息是造假 当然最近已经是个公开的常识 都知道是造假 说了造假 另一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他通过美国的推特社交媒体 用英文发布消息 还发布一些相片和视频 说北京正在恢复正常 生活恢复正常 说放了一下年轻人在王府井大街 逛街或者购物显得熙熙攘攘很热闹的样子 但是下面的更帖对他很不乐观 更帖一方面对他发这个视频图片表示不相信 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发的是到处的是医院的情景 急诊室就是停尸房 到处的是尸体走楼上 急诊室都是尸体 还有人在看病 另外就是火葬场 殡仪馆 门外排的长龙 大排长龙 家属大排长龙 为了火化尸体 另外还有人给他送上 有的尸体甚至是在门外烧尸体的状况等等 所以不一而举 说华春莹想对外界表明北京一切如常 甚至恢复了正常的时候 但是下面就给他贴的大量 海料就是这些摆满尸体的相片 或者是录像 或者是拍长龙 火葬场的情景 我就叫他回答哪一个是真实的北京 说究竟你的是什么样的北京 是什么时候的北京 另外说华春莹能不能把朝阳医院的情景 给大家播放一下 所以华春莹本来想帮中共辟谣 挽回一些面子 甚至是造假想欺骗外界舆论 到这个时候还想搞这一套 其实没人相信 下面反而更帖造成了一个观看的重点 当然看到了中国发生了什么 所以等于华春莹这一招 似乎也是个低级红高级黑 召影了大批下面更帖的满地的尸体 走廊上摆满了遗体 黄布包裹的遗体 红布包裹的遗体 白布包裹的遗体 甚至殡仪馆大派长龙的情景 都在内 等于说他推文一出 成了一个曝光点 暴露了北京更多的情况 另外华春莹发这个帖子究竟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说中共的某种阴谋 某种重大的战略阴谋终于达成 就是这个战略阴谋就是阴阳惊人 能早阳就早阳 能全阳就全阳 甚至因死就死 结果就是消灭一半人口的计划可能实现了 有老年的消灭了 有基础病的消灭了 剩下的就是青壮年 表示你看王府井大街 现在中国人充满活力 全是青年在逛街 老年人不见了 那就是在暗示了 中共的某种战略物理 消灭人口 灭绝人口的这种反人类的行径 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实现 可能是犯了这个信息 另外 随着疫情的深入和疫情的泛滥 更多的是更多名人死亡 普通人的死亡已经是不计其数 因为名不见经传 也引不起人的注意 都知道是在大量死亡 但是大量的名人死亡 倒是引起人注意 就在这两天 陆续又死亡那些名人 有老的 有少的 比如老的 广东省以前当过广州市长的李子刘 91岁 突然走了 那应该是染疫亡 官方不会公布他 染疫而亡 而广东假装透过黄坤明 这个习家军的省委书记 去慰问齐欣等老人 辟谣的方式 证明习近平的母亲 齐欣没事 黄太后没事 还享受着不及待遇 接受慰问 但另一方面就在慰问的同时 广州的前市长李子刘却走人了 91岁 所以等于说现成证明就是老人在继续的死亡 而齐欣的话恐怕受到特级的护理 或者说暂时救活了 随时也可能走人 另外 如果说李子刘是91岁 齐欣是96岁 这就另当别论 朱镕基是94岁 那么现在更年轻的死亡 那就是中国有个冰湖运动的选手 一个说是名将 叫做王一波 王一波 这个博斗的博 王一波27岁 突然就死亡 染疫而亡 当然官方也是毁谋如生 说王一波是中国冰湖运动的 非常有钱力 非常有钱景的运动员 非常看好 属于名将级别 可以带领中国队去问定世界冠军的这种级别 但是突然就走人了 年仅27岁 说老的 少的都有 大部分走的是老人 有基础病的人 但是年轻人也有走 可能年轻人生有某种病的话 这个病毒也是致命的 另外还有更多的名人 像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还有科学院 很多这些都走人 说仅清华大学 说就走了80多位 说是去年同期的两倍等等 工程院院士 科学院院士也都相继的死亡 说很多国家的瑰宝级的人物都在死亡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的人物死亡 那叫赵青 是著名的舞蹈家 一级舞蹈家 是原先著名演员赵丹的女儿 而赵丹跟江青在30年来在上海都红 但由于互相妒忌 生仇 赵丹在文革中受到江青的报复 因为江青就是第一夫人 报当年的仇 就把赵丹打入大牢 很多的艺术家打入大牢 赵丹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也是电影表演艺术家 他的女儿赵青继承了他的艺术天赋 在舞蹈界非常的出名 很资深 可以说是舞异 还有演艺都双全 曾经演过 就是在所谓赵丹台文革结束之后 演的第一批金剧 第一批恢复的一些传统剧 传统剧目就是他主演的 赵丹突然死亡 87岁 大概是在圣诞节前夕 平安夜 平安夜对他来说是永远的平安 就是12月24日他死了 但他死了还不是看点 重大的看点是他是某人的恩师 某人的导师 是谁呢 是彭丽媛的导师恩师 或者说彭丽媛的导师恩师之一 有人说要是没有赵青的指引 没有赵青的引路的话 彭丽媛恐怕还在山东 鲁西兰的一个小地方 小镇里在城在府 说他有很多的贵人恩人 让他走上了所谓一级名歌手 得到声乐硕士 最后还走上了第一夫人 道路这么一个人 大出风头 其中他的领路人 他的导师恩师之一就是赵青 赵青的死亡就是一个象征 一个代表性 那么祸及了所有的人 就连第一夫人彭丽媛的恩师都走人了 他都能走人 还有更多的人恐怕等着走人 所以中国和北京的灾难是可想而知 这还只是能爆出的名人 那些爆不出的人就不知多少了 不计其数 每天都是不计其数 到处是殡仪馆 火葬场 或者是医院 目的地紧张 那么现在全国各地有个抱怨 就是其实全国各地的疫情都很深重 都很严重 那么各地都是变种 病毒 甚至一层一毒 一层一个变株 非常严重 医护都很谨守 到处像无锡 说是尸体没出白 重庆说殡仪馆人满为患 等着火化的长楼都是4公里 还有就是上海说是要按号 抽号去 去才能够进行排队或者火化等等 都很严重 但是中共当局却要求支援北京 两个支援北京 一个发烧药 感冒药 消炎药 大量的支援北京 导致地方上的药品的短缺 另一个就是要大量的医护人员支援北京 也导致地方上的医护人员的短缺 就现在包括湖南 湖北 江苏 山东 四川 都抽掉当地的医护人员前往北京去支援 说北京是中灾区 但是现在地方上非常的不满 地方政府不满 地方的民众 医院都不满 说是地方上都是灾难深重 居然还要去支援北京 说北京拥有职称的医师 拥有执照的护理 护理师 这些人的人数 平均人数是其他地方的两倍以上 就比所有的省市都高 是最高的 最好的医疗条件 相对而言 最好的医疗条件 最多的医护人员的城市 首都 居然要抽其他地方去抽掉 结果搞得地方空虚 比如说江苏省居然抽掉了160人去支援北京 那江苏省自己到处都是灾难 就像无锡那样的灾难 可以说江苏各个城市都有南京 无锡 这都非常严重 遍地的尸体 遍地的患者 急症死都 人满为患 私满为患 所以保北京这个做法引起了地方的不满 这有可能加剧地方跟北京的 跟中央的冲突和矛盾 或者加剧地方跟北京之间的潜在的这些矛盾和冲突 为未来中国政局的发展 甚至地方跟所谓中央政府 北京分庭抗礼 恐怕都埋下了复笔 说到这里 有一个突发消息 那就是广东省洁阳市突然发生惊天大爆炸 这个爆炸是非常有声势 远近方面几十公里都有震动 而且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 是天空升起了蘑菇云 这个爆炸就是发生在大瘟疫的同时 很多人高度的怀疑它是一种报复行为 是某一些人或者一些团体或者一些受害者的报复行为 很明显 说在一个街道的旁边突然就有巨大的爆炸声 然后浓烟滚火光冲天 人们奔走不及 那由于中国陷入大瘟疫 已经是各种资源都耗尽 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惊天大爆炸 大火光 连当地政府都措手不及 都无法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 或者是进行通报 结果是民间发布了这些视频和图片 才知道在广东省金阳县发生了罕见的大爆炸 结果这个爆炸的威力之大是今年所罕见 目前的死伤人数不详 但是显然是习时代中国的众多灾难之一 不仅有大瘟疫在各处撕裂 就是各地的爆炸 火光 惊天动地的这些摇汗 蘑菇影师的生腾 都不知有多少起 每月恐怕都有几起 甚至重大的每月至少有一起 因为大家都集中于大瘟疫 集中于疫情犯 几乎都来不及 注意一下爆炸了火光这一类的事件 所以这一类的事件反而被淡化 但是广东洁阳市一个街道 说反正这场大爆炸太巨大 所以迅速传到了海流外 这是当前中国紧张局势的其中一环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